一周一书 永不胡书 请给我15分钟 看我为你精读这本书 并找出三个学习终点 跟三个活用观念 外加可能影响一生的一句话 来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颜长川 你们可以叫Yang 或者是智慧老人 这是我们2019年读识B计划 第48次的播出 上个礼拜我们播出完成之后 有一位网友打电话来跟我反应 他说上个礼拜的作者罗斯 他认为未来的小朋友 除了要学习外语以外 还要学习程式语言 因为从撰写程式的过程中可以学习思考的方式 跟解决问题的能力 他非常认同他这一种说法 所以他到处激起的在找人 要教他小朋友诚实语言 各位 我很高兴我们上个礼拜会造成这一位网友 这么积极主动的去反应 其实是我们上个礼拜在探讨这一本未来产业 也就是即将影响未来的20种关键产业 到底是哪一些产业 我们好及早做准备 所以我记得我们最后一句话的话是 我们都准备好了 希望大家也都准备好了 所以这个礼拜我为各位精选的这一本 知识变现这本书 那看变现这两个字还蛮吸引人的 显然是怎么样把知识 或者是我们的技能变成现今的 这样的一个讨论 应该是一本非常实用的一个所册 那作者把人分成四类 用两维的分析分成四类 第一类是有钱无险的人 也就是有钱没时间 所以他当然就要做好时间管理 第二类是没有钱 但是是有钱 没钱有钱的人 有的是时间 可是没有钱 所以他当然要好好去做好财务管理 第三种的话是有钱又有贤的人 哇 这就是令人羡慕的天之骄子 他可以很潇洒的散尽千金 那第四种的话是无钱无贤的人 那这个显然是职场的鲁舍 不知道他在求莽些什么 OK 那在物价高张 那个食指薪之不但倒退的时代 刚刚说的第四种 职场鲁舌 他又穷又忙 所以我想他已经早已失去梦想 然后更不要说要跟他谈怎么样作诗 怎么样做长眼的这种规划 这个他都已经不再考虑了 所以当低薪升迁无望 这已经变成事实的时候 要如何为知识跟技能寻找到变现之道 这个可能就是这些职场鲁舍 他们的义务了 OK 所以作者是张丹汝小姐 她有一个英文名字叫Angie Angie的话 那有很多的title 我这边随便指几个 平衡人生的实践家 时间管理达人 还有科学育儿的达人 因为当时他有一个五岁的宝宝 然后新精英认证生涯规划师 然后Linked 专栏作家 价值变现研习社的创始人 所以可以说是一个角色多重的斜杠人 他经营了很多个互费的社群 听说全网课程收听量已经破百万 而对应微博的话题阅读量也破了千万 所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网红 那他因为从事互联网多年 所以曾经担任互联网广告公司的营运总监 也曾经为光大银行等企业做过内部的训练 他非常乐意分享怎么样摆脱生涯的交流 然后重新夺回人生选择钱的三个步骤 我觉得值得我们参考 第一个步骤 他很擅长做自我管理 因为他认为自我管理的好 其实就是去抢救能够制止的时间 所以他这边挤了大概将近十个 自我管理的一些使用工具 我觉得蛮好的 所以第一个他要建议我们要广泛阅读 人生活法的这个书籍 怎么样果的意思 然后透过电影去了解许多人的一生 然后找出你想过的这一种生活 到底是哪一种 那尤其是能够把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再变得更有趣 有意义又有气 那就是Bingo了 所以给自己一些有趣的仪式 仰成一些仪式的习惯 三不五十定的有气的题目来挑战一下 然后多看一些有气的电视节目 每个月去主动求见一个有趣的人 或者是纠团 向同伴大家相互学习 然后把你的笑点降低 你会发现人生到处充满很多值得开怀大笑的这个事情 如果你糟糕透顶的时候 我建议他建议离开赶快脱离现场 然后永远相信你是配得起有气的人生的这样的一个哲写 所以这个自我管理非常重要 尤其是做有意义又有气的事情 第二个聪明的事物 那互联网时代因为有非常多的选择 好处是试错的成本很低 但是这也是坏处 因为试错成本太低 所以反而容易放弃坚持 所以并没有很明显的这个进步 所以这个Angie提醒我们 你在选择的时候 最好要聪明的选择 加上一些有规则 还有严厉惩罚的这个事情 这样大家才会当一回事来做 那这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能够优先打造价值的兴趣 第二个步骤 聪明试错 请记住就是要优先打造价值的兴趣 第三个步骤就是今天的主角 把主题知识变现 那Angie她本身以身作者大量阅读 累积了很多的这一种知识 她又勤以写作 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 刚刚介绍的几个title 她就是实践者 然后最后她把知识变成课程 然后再把课程商品化 所以获得的收入当然高于一般的上班族的这个薪水 所以因此如何利用知识价值来实现财务自由 精神自由跟人生自由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这个观念 以上这三个步骤我觉得蛮实际的 很值得我们参考 那知识变现这本书 我一查是2018年5月出版 现在我们是2019年11月底 所以大概一年半的时间 这也还算是一本新书 那Angie她认为不管是斜杠或单杠 真正的平衡是每一个身份都可以带来力量 然后拥有多少的身份跟收入 并不是成功唯一的指标 终极完美的斜杠人生 是把握每个阶段最重要的人生角色 让你能够面对家庭事业跟美好的人生 还能够绰绰有益 游刃有益这样过潇洒的生活 所以我仔细为各位读了这本书之后 发现有三个活用的观念值得我们来运用 第一个很有意思 他把梦想前面加一个为字 这个为梦想 OK 我们常常听人说 人类因为梦想而伟大 或者是有梦最美 希望香水 所以有一些人每一年可能都会立下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梦想 比如说征服营咒 爱护地球 拯救人类 保卫国家 贡献社会等等这些春秋大梦 那因为不容易实现 所以年复一年 这个我们梦想的清单越来越长 所以好几条大的梦想 因为没办法实现 所以其实让我们自己都倍感挫折 后来 Angie 灵机一动 为什么不把一年的一个大梦 把它细分写成三十个为梦想 然后彻底去执行一年 因为既然完成了八成二十四个 他觉得把痛点变成爽点 非常有成就感 所以这个为梦想是我们可以写到的 第二个是为行动 所以不只是空想而已 还要action 可是前面都加一个为字 那理想你可以很丰满 可是行动要很骨感 这个丰满对骨感 蛮有意思的形容词 那我们听老辈人说是万事虽然起头难 但是逃鬼心的鬼 所以做任何一件事情 起步的门槛希望能够越地越好 那最完美的完美之一是 开始行动起来后 要求每个细节做到最好 所以比如说挤三个例子来大家参考一下 你想看完一本书 那最好从现在开始起 每一天至少练五页化整为零 不久你就可以看完一本厚厚的书 一两百页 然后你如果想减肥像我现在这样 可能需要减肥 从下班提早一站下车再走路回家 这个一个微行动也表示你想减肥的决心 持之以恒 说不定你可以达到减肥的目的 想买一栋房子 那你就要现在开始每个月强迫出息多少钱 然后花几年时间把它买起来 OK 其实为梦想 为行动 第三个就是为习惯把它养成习惯 那健康管理感觉上好像很难 又要跑步 又要早睡早起 又要注意饮食 所以Angie她几个例子 她有从养成一杯简单的柠檬蜂蜜水 开始喝起这样的一个小的习惯 可是经过多年之后 她觉得她整个身体被唤醒 整个喉咙被滋刃 所以多年的这个习惯 让她的皮肤变得更好 那外表显得更年轻 为什么 因为微习惯 多半都能够坚持下去 因为坚持下去不难 所以很多的习惯很小 可是却有很大的作用 所以比如说我个人的实际经验 最近决定要到操场去跑步 那刚开始的时候还巴望下雨 可以不用去跑 后来养成习惯之后 现在竟还能够欣赏 撑着伞 在雨中慢跑的那种凄凉的美景 OK 所以以上这三个活用观念 我觉得蛮实际蛮实际 非常有意思 唯梦想 唯行动 唯习惯 所以梦想把它用行动来实现 最后养成习惯 这个就是成就大事的一个三步棋 应该 但是都是一个为之开始 OK 那我们现在其实发现 已经不再满足单一的职业的生活方式 现在 而是选择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多元生活的人 所以这个叫做斜杠人生 是一个很热门的一个话题 那总共有五大类的斜杠人生 性气 爱好再加上稳定收入 这是最基本的一种 左右脑平衡也是一种 体力火跟脑力火 这也是另外一种 写作 演讲 教学 顾问 这个是完美的循环 总之一样工作 多样职能 这就是所谓的斜杠人生 所以你只要有非常全面 而且综合能力 而且涉及不同的职能 你就可以开启你的斜杠人生 所以Angie在这边大声敷衍 不管你在怎么样斜杠 赚钱才是一个人最大的综合实力 OK 以上这些内容 就是我们今天为各位准备的 这一个知识变现的主要的内容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所以如果总结最后一句话的话 那就是赚钱才是一个人最大的综合实力 OK 这个是我们这个礼拜的内容 下个礼拜 我们会为各位准备这一本 创新的两岸 希望同一时间能够再见 OK 再见 拜拜 有输有赢 无焉无悔